屏东惊传一岁大的女童遭到狗咬 全身伤痕多达43处 当时这个小女童跟哥哥还有阿姨 在家里的附近散步 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只狗就挣脱铁链冲了出来 直接咬住女童的腹部 哥哥吓得跑回家求救 邻居和阿公也到场帮忙救人 拉扯了好久 这只狗终于松口 但是女童已经被咬得片体鳞伤 阿姨跟阿公也因此擦措伤 气得扬言要提高 一名男子骑进庭院慌张向妇人求救 听闻交袭妇人儿子飞快跑了出去 随后救护车也抵达 就看到一名女童全身无力被抱在怀里 原来她竟遭到狗攻击 回想当时惊心动魄 清明廉价第二天下午 谢姓女童和哥哥阿姨 在坎顶香盐管路附近散步 突然有狗冲出 一口咬住女童腹部 哥哥着急回家求救 邻居闻声冲来救人 女童阿公随后也到现场 一行人不断和狗拉扯 才终于让她松口 但女童全身已经有43处伤 阿姨则惊吓过度起不来 都没好没啥都眼神都呆痴 事后询问四主他表示当时在睡无觉 狗有用铁链伸在铁窗上从没挣脱过 这只狗是从小捡来的 109年也有金片登记 全种是混种米克斯 但由于外表就像比特犬 印发质疑 妈九人有点像比特 那有没有混到我们这样子没办法看断 小动物比如说小孩子 或者比那小的 他也是会咬 那一般犬是比较勤 从3000块到1万 比特犬的部分从3万到15万 这个部分而且这个狗是可以没入的 目前将到场会看 进一步确认后才会开阀 所幸小女童经急救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但小小身躯布满大小咬痕 让家人心同愤怒 也扬言将提起诉讼 讨回公道 接下来苏世伟屏东草布豆